我覺得圍堵讓這個疫情不要進來絕對是重要的事情 可是大家不應該把所有的恐怕都用在圍堵上面 大家有沒有忘了說自己什麼是忘了做 對於疫情好像我們是也算是醫療專業人員 現在比較常看到的訊息每天都會看新聞 大家在算說我們確診的病患人數是不是又增加了 那我們防疫是不是有漏洞 尤其大家非常關心的是有沒有社區感染 然後更怕說哪天院內感染那更不是不得了的一些大事情 大家都極力在避免這些事情的發生 所有的精力都在用在這上面 我覺得圍堵讓這個疫情不要進來絕對是重要的事情 可是大家不應該把所有的恐怕都用在圍堵上面 大家有沒有忘了說自己什麼是忘了做 譬如說你是不是忘了運動你是忘了練功 你是否忘了增強自己的身體的健康情形 那你不能把所有的賭注還是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圍堵上面 然後完全忽略你自己最基本的基本功 忽略你的身體的健康管理 當然政府單位也非常的努力在安定人心 所以他們也不希望說讓大家造成人心惶惶 可是我是覺得大家更重要能夠做的事情 就不管說到底有沒有社區感染 有還是沒有 我們應該要做的是把自己管理好 自己健康 當然健康你就得病的機率本來就會降低 那其實大家得病其實為什麼會怕武漢肺炎 怕SARS 因為他死亡率是存在的 與其在那邊花心師在人心惶惶 到過花心師在做練功 那講得更白一點 那如果他死亡率是1% 你就不要落在最後那一名就是了嘛 你就落在前面的99名 這是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說不要讓自己的身體太糟糕 做好健康管理 練功 那像拼甩功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練功的方式 每天花個20分鐘 那讓身體沉澱一下 不過簡單來講 練功它是會增加身體修復的能力 尤其對疾病這麼複雜的事情 我們很難用一種的藥物 還是用一種的功法 還是用一種的這種生活型態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我們通常都是要多管齊下 包括自助、人助、天助 自助的話就是練功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 即使你生病你還是要適當的生活作息 適當的運動、適當的練功 這是自助 這方面如果以自己的身心靈 維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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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